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的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张玉剑小哥哥的前锋 哎,遇到了爱丽的使徒 爱丽最近真的是什么都打 然后呢,最近观战了他两把那个雕刻家全给看输了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在他直播间自己偷偷看的时候呢,全是乱杀 各种杀,四杀,各种四杀三杀 然后呢,我直播,不,我不看直播,看观战呢,就 对吧,各种散跑 看看这把爱丽怎么样啊 使徒的话,见他打的不多 这边这套阵容带的是一个传颂,脆火十几秒 抓祭司的话,祭司已经腰掉一个洞,可抓 这边猫直接放,拦住这边的位置,祭司那边再被逼回去 但是祭司那边还有一个洞,所以说这边的话,祭司还有牵制的空间 还有牵制的空间,他可以往前面走 然后找机会吃一刀以后,配合着牵制的鸟进到医院里面 可以有很大的一个牵制空间的 这里尽量医院,这个洞最好不要打 这个洞打的话,容易挨一刀,人没洞没 你要顶上,可以啊,这样的话一个插刀,这祭司 手上没两个洞就不用抓了 直接传送抓先知了,可以的 你把鸟交给别人,在这边抓你 这波的一个选择幻节奏是非常非常正确 非常非常理智的 如果硬着头皮抓在祭司,我觉得爱丽这把已经没了 先把猫拉回来,打一刀 就是两边现在是五五开,然后看防守节奏 如果球者不来救呢,我觉得三个人保一个平是比较好保的 但是呢,球者应该不想就是紧紧的保这样一个平 前期的一个牵制也是不错的 来,这边看到前锋已经靠过来了,准备来救 那爱丽说你来救我就有机会赢 对吧,你来救你有机会能赢 你来救我也有机会能赢 球突这边也要来干扰一手 两个人来救,前方这边拉球,来剑头给上 爱丽这边,撞 撞晕了,漂亮呀 早遇见这个拉球 但是这波猫 忍住忍住不要说脏话 这个猫,爱丽 爱丽神猫 那没办法了呀 撞撞得很好 但是这只猫回来把这前锋给晕了 一发打 保不了,这前锋保不了人啊 再来保就是给到这边机会多抓了 他只能洋装下一手啊 只能洋装下一手 走了走了走了 很理智的 就是这个球你撞过去大面是吃一刀 然后这个先知保不下来 这边来吸引,来抓我兄弟 外面的话囚徒 修一台新机 然后祭司的话 这里好像是 在找 他要找一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的密码机 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由于这边球者的一个状态保质的比较好的 然后爱丽这边的话 如果一时半会儿抓不到机会 剩一台密码机两边两台修的话 应该是一个趋向于一个平局的 前锋这边盾了一手 该不会是主动来对吧 申请来抓我来抓我的那种盾一手吧 就给你一点点机会让你来抓我 然后这边利用自己的球 玩交互点玩起来 牵制打密码机量 牵制打密码机量 我觉得也是走不了的 除非他开门站的时候追的是个祭司 前锋再来波球 进前面的板 一步跳 一刀再走 可以了 这边祭司的话 手头两个人连 应该是祭司去救人 这样的话会更加舒服一点 因为祭司跟前锋是开A的 抱点抱得更加清晰一点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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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洞一个洞的祭司 不好说一个进步 翻加速往前冲 爱丽这边镜头给上 来看见了猫分裂 跳过来先打一刀 这刀如果能打上的话 这边这个人救不下来了 就要等到密码机点亮了以后再来救了 这边祭司的话还有一个洞 应该是一个洞往前顶顶过去好 绕过来这块位置的话 晕住想往前挤打一个 挡住你位置的一个操作 但是没能成功 打一刀五秒钟以后技能好 密码机这边直接点亮 快走 囚徒这边说快走就是说好了 然后这边再等 跳过来可亮 还是要翻过去再亮 晕 密码机点亮 这一波 其实刚才直接亮会更好一点吧 直接亮的话前方这波加速 应该是能翻到这个窗口 有可能就晕不到了 这样的话祭司可能要进到医院里面 或者在这个地方卡住 然后连大洞给囚徒 直接连大洞 这地方卡住 有点风险 但是好像大洞能连上 连上的话这边 穿洞走 先把洞打掉 然后再传送 囚徒这边的门不太好开 拉开 拉开 艾莉这把有的赢 在这边卡尔明 秋图蹲 蹲的位置不错 好 祭司 续一个洞 不够用 续一个洞 不够用 一个洞 哎呦我去 艾莉真的是打什么都厉害呀 囚徒点门 还是那波的神奇的猫 哇 那波张玉剑撞是撞的真的好 但是这只猫拉回来偏偏对吧 刚好这猫拉回来一个距离有点远 这只猫比较大 囚徒这边 哎 来救人 这边猫一放 怎么地 对吧 二选一 有可能一个都走不了 交一手电 捞 想打 打椅子了 哇 范天雷 范老师 猛啊 真的就是神仙打架 两边说实话打的都很好 这边范老师这波加速 然后再往医院里面溜进去 艾莉的话7秒钟以后有猫 这边就死抓囚徒了 溜进去以后这块板子一下 你还别说 还有的玩 鸡尸这边绕小门 去点门 囚徒这边难道跳地窖吗 但是没有电了 这边艾莉的一个挽流 有跳 第二波跳 跳过来带走 就一波人可以了 就一波人 这波人救的真的很nice 这个骗刀骗的真的很帅 开门走啊 那也是感谢老师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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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